我出生在一个幸福感爆棚的家庭 在欢笑声中长大 照旧了我爱笑的个性 开心的时候呢 和大家分享笑容 遇到不开心的笑笑就过去了 也曾经怀疑 没心没肺的欢乐是不是错了 但笑是我天生的熟悉 没法改变 男生们很愿意接近我 说我整天乐呵呵地爱 一副好相处的样子 但我希望找到一个人 能够看懂我笑容背后的忧伤 他会是个胖胖壮壮 专一靠谱的男生 内心透着小门伤 能够滋冷滋热地宠着我 我会用自己的笑容感染他 无论快乐还是悲伤 我们一起笑着面对 我是郭思敏 我来了 你在哪 你要有的跟你不要 你确定留到最后吗 当然了 你们俩做妹妹是吧 不想等她 我听不完就脚还特别臭 那肯定是 她又只要抽你耳光 我想我让死你 如果再拖的话 我怕就真的不能见到你 韩束 明天白饼霜 《非诚勿扰》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来到 最后一张做一事 韩束逆天白BB霜 《非诚勿扰》 有请主持人孟非 欢迎收睇勿扰 欢迎收睾勿扰 欢迎收看韩束逆天白BB霜 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非诚勿扰》 大家好 我是孟非 欢迎你们 欢迎各位来到现场 欢迎黄翰老师 你看我们 我们的观众 到现场看录制节目 天天都跟过年一样 对吧 一年到头都是这种节奏 都是这种情绪 多嗨啊 今天是大年初三 昨天的节目初二 我们已经给全国的观众 给《非诚勿扰》的观众 都拜过年了 那么今天还在过年里边 我们也得说点吉祥话 图个喜庆嘛 这个就是前不久 那个网上有一张图 特别流行 大家都觉得特别吉利 今年是马年 大家看上微博吧 那马年的马的那个照片 多 我们看大屏幕 你看这个马背上放的钱 大家都知道了 这叫马上有钱 那么这个都看过是吧 我们作为生活服务类节目 我们也有我们的祝愿 我们再看下一段 这个马背上有一对象 叫马上有对象 很好 所以啊 新的一年开始了 如果还单身着的朋友们 你们希望你们马上来报名 希望你们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找到自己的归属 找到自己的爱情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24位美丽的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于22盏亮灯 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爱情海旅游的机会 同时我们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登陆《非诚勿扰》 在新浪上的官方微博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和交流 好 做好准备开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来跟上海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好 黄老师好 说了名字了吗 说了 都没听见 都没听见 那我再来一次吧 你说一下 大家没听见 你叫什么啊 新年好 新年好 你叫新年好 我的名字叫周盈 今年来自上海 27岁 新年来自上海 有点害羞 有点紧张 没有 没有 我们宫里面就看到一个 喜气洋洋的爱马仕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 你是在跟谁抛媚眼啊 就他了 是吧 34位女生对周盈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是世纪佳缘交友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请选择 7号 男嘉宾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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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长得好卡哇伊 是吧 你别紧张 别紧张 我别紧张 是卡哇伊吗 挺喜感的 对吧 卡哇伊 卡哇伊 对 特别像那个 我远处我有点看不太清 但是我感觉特别像 要不过来一下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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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男嘉宾 嗨 就是 就是我 我 我那个眼 哎哎哎哎 你说 我再说话 就是呢 我 我的 我戴眼镜 是因为我左 我我这边是近视50度 这个是闪光70度 其实都很低 但是呢合起来的话 我看男嘉宾就是一坨的 但是我 一坨 看一坨的 但是我戴了眼镜发现 好像你的五官也还是一坨的 12老师 我的五官真的一坨吗 我不好说 坨这个字后边一般跟着都是响 那你 其实我也戴眼镜的 我从这个角度看上来 你也一坨 也是乖乖的啦 王琪 我的天眼男嘉宾 我等你那好一分钟 一分多钟 你那两颗门眼笑起来 我想到一个小动物 可爱吗 可爱 像那个小苍蜀 有没有一个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周瑩 我从小就有表演的梦想 希望有一天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在大业期间 我也借着很多人脉 所以说在毕业之后 我也开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之后我觉得 在朋友上班工作期间 压力挺大 所以说我开了一个桌游室 希望他们周末 到我这儿来去一去 在生活中 我总的也是学习路线 所以说在朋友之间 都叫我开心 我 露啦露啦露啦嘞 我爱洗澡无愧跌倒 解决定 在其他 其实我不看秀地说 我周末的时候 有同学说我长得像王力宏 王力宏 王力宏今天找了一个 个人比较大学的女朋友 这个我也可以有 这个我也可以有 其实我和其他男生都不一样 我比较怪咖 其他男生可能都喜欢 女生的脸带和身材 但是我比较喜欢女生的脚 而且我目搜女生的脚很转 李嘉宾 你们拭目以待啊 等着我就现场 来猜猜你们的脚事题码哦 我先跟你核实一个事儿啊 好啊 你真有同学说你像王力宏啊 我通中的时候 其实我有照片 真的 有点 你觉得他们这样骗你有意思吗 我知道 我老了 不行了 哎呦 当我那面还说老 我们就不要活了 你能女孩的脚看一眼 就知道多大马数是吧 差不多 王天 你出来让他看一下 走到中间就不小 应该不小 因为身高和鞋马有对比 好 你就这样看一下 测过来 测过来我们看 哎 可以 可以 38 好 你回去 你回去 你说38是吧 我给你测试三个人 11号 好 来 把裙子拎起来 可以了 就在这儿 哎 这个难度有点高哎 哎 好 转过来一点 好 裙子再拎上去一点点 好 能再看一下吗 你要他拎得多高你才能看见 这 这差不多 因为有点难度 再一次更 毕竟这么远啊 36左右 36是吧 好 请回 她是韩国姑娘 听不懂中文 也听不懂韩语 好 这个是韩国姑娘 来 来 来 13号 13号 来 也好高 不是 不是 不好意思 侧面 侧面 嗯 这有点难度 高跟鞋 37 好 来 请回 我们来问一下有没有说错 13号 137吗 完全正确 耶 那个11号 你的脚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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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确定 确定 嗯 你说的是36 啊 对 对 对 她说37是吧 这是一个语言案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说错了 不 她说的是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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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道歉 来来来 我没有冤枉这个 你看 没有冤枉 我刚刚觉得非常奇怪 她比那个11号比13号 应该高吧 哎呀 然后她说的那个鞋 还小 还小一点 这个脚和身高 黄老师 黄老师在说话 这里 不好意思 脚和身高之间 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 对 我是没看见 完全看不见 来 我刚才我们来问问 王天她说 你说她多少的 王天 37 38 38 她说的多少 38 38 来 王天 高 必须38 我买不着女鞋 我那个高中时候都穿男鞋 41 42买 这里面是这样子的男嘉宾 你一般 你会认为 男嘉宾这里 黄老师 你通常 你是不是喜欢女孩的 除了脚型之外了啊 你是相对是喜欢小一点的是吗 对 王老师 对 所以她会把所有女孩脚都会看小了 因为她喜欢 喜欢她们 王老师 还是你懂我 好好好 你这个只是看女人好使是吧 看男人不好使 没有 我都感觉 没看过男人 我都觉得都不好使 你看一下孟非的 对 比较有特点 好像和我差不多耶 去去去 你看就看 不许比 你看 42 我觉得我要跟王天在一块的话 我觉得我就不是个男人 你俩近41 我的脚是标准的39 你说我要跟王天一下穿过 他的鞋穿走了 你们两个会把你 这不合适 不合适是 我没有这个别的意思啊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他是在美国生活的很大齿 不介意给你玩笑 说到解压的方式 脚压 解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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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到底谁是外国人 你说你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就 NUGAR 他会说中文 喂 你把你的心象 全部变成中国人跟我讲好吗 OK 聪明 我也喜欢唱歌解压 但是我的呢 有点特别 就是变唱 变跳 他说这半天就是他自己 想唱歌 你们要听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一唱 观众都跑了我跟你没玩 只要我没跑就行 来来来来 唱唱 唱唱唱 谢谢 唱的的确比我真的很好听 的确比我好听 多了 来 我们看下一首 我有三次恋爱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 我们其实已经走到 谈婚任务的时候 但是说实话我也捧不住她 她爱我 太晚 太晚 她每次聚会啊 她和我朋友 身边朋友去喝酒啊 都是喝得烂醉 已经原谅过三 四次 但是还是把我的话大耳边疯 当我在第二次疯了的时候 她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结婚了 我觉得应该还会离婚吧 由于12当感情的原因嘛 所以说我也不想再找 类似这种玩咖的小女孩 对面的女嘉宾看过来 看过来 看过来 比较喜欢关桥可爱 小罗莉的类型的 我喜欢可爱小罗莉 脚最好不要超过307 希望你不超过167 写马在37 但是如果真的很Sexy的女生 38也可以有哦 一下多左右都可以 我爱你 等着我 请相信我 等着我来 小伙子 人真是挺可爱的 但哥儿确实挺男兵的啊 新上场的14号女生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贾孟丹 我的最后目标是找一个 足够包容我 足够爱我 足够疼我 然后的这么一个高富帅 这样我就可以心甘情愿地 当个小女人 这哥们刚才听相声一样 好 你怎么着 再来一个 那个 刚才你说到那个脚 超过多大你就不能接受了 37 37以上的 那王天你还留着灯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喜欢脚小的呀 因为 你是说为什么不喜欢脚大的是吧 对啊 你为什么不喜欢脚小的呀 就像一把这么小 怎么了 我觉得你这脚和我一样大 其实也有个好处啊 我的鞋你也能穿啊 那你要不要 你要我就留灯你不要我面 你确定留到最后吗 那我怎么知道 你上来就一干把我给打死了呢 我还要再看啊 没有 打死没 没 没有到这地步 没有 是吧 可以商量 可以 大点小点都能商量 可以商量再看看 好 留不留灯的 你们俩做买卖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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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号 欢乐小逢拱 我真没觉得你像王力宏 欢乐什么 小逢拱 他说你像逢拱 我想问就是 我不单是38的脚 38 然后 再来 再来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我们爱看这个 这不是重点 就是我手心脚心特别爱出汗 而且我也特别爱运动 所以我不单是38的脚 然后我运动完之后脚还特别臭 那怎么办 那你不嫌弃死我了 那肯定嫌弃 因为我的脚 我的脚出来不错 不好意思 真的 我说声音话 非常耿直 他是练健美的 他是教练 他你看脚一说掰上去 就倒耳朵边上了 你跟他谈恋爱 哪天惹了他 他用脚 脑的脚也上去 他用脚抽你耳光 哇 抽耳光 2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你刚刚说 如果很Sexy的话 这个要求可以 Sexy Sexy Sexy的话对 可以放松要求对吧 我也有 曾经我有问过很多男孩子嘛 就是我说 你们一个长得漂亮的 但是性格很糟糕 然后一个长得稍微没那么好的 但是性格很好 非常贤惠 我说你们选哪个了 好多人也说 叫漂亮的 他说如果漂亮的话 这个性格糟糕点 我也能够忍受 为什么那么外貌协会呢 我不是外貌协会 我特喜欢女生很做 因为我是上海人嘛 我因为不做不健康 我很健爱 对吧 王天 谢谢你 还没没登 你除了你还 王天真奇怪 要换别人他早灭了 你是有多喜欢这哥们 他不是喜欢做的吗 我就告诉你我不做 我到最后一个灭你 他说了啊 最后一个灭 灭我吃饭 来看下一条 第一点呢 他这个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他一天到晚就是在 为他的朋友忙东忙西啊 所以呢他把自己的事情 就给忘掉 阿虎是属于一个非常有趣人 他到哪里都不会冷场 你说东说西说前说后 什么都能扯到一块去 作为班长 我有点要给大家透露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好学生哦 老师喜欢偷课 所以说阿虎这人吧 没有什么优点 也没有什么区点 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出现 你不需要他 他怎么都不出现 所以说吧 这人就很普通 这人真是最后一个了 王天说到 兑现了他的承诺 最后一个变了 最后面 我也看到了 那个一般亲友采访 你都会说点好诚什么的 对啊 他说你这个人很普通 全面的女孩就在这一环节 我发觉 所有的男嘉宾被灭光 都在这一环节 那女孩其实也是夸他吧 该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不该出现的时候他肯定不出现 说明你这人特别有分寸啊 对啊 知道什么时候 不该出现 对啊 他自己决定 觉得心里还不错啊 我觉得24反正亮了 我觉得哇 眼前一亮 觉得还不错 心态还不错 到最后 出不意料 但是我觉得都在说脚的问题 我其实也不是很介意这一方面 控制在36不要超过37只可以有 我心态特别好 我觉得没什么很放松 什么都可以出 心里不能输嘛 我这人也比较乐观 电视机前的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可以发我邮箱啊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祝航 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大家好 我叫祝航 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祝航 欢迎你 我递给你的时候就是她 你就选她 就是正好碰巧了是吧 对对对对 我还以为她不挑食 给她谁就是谁呢 24位女生对祝航印象如何 请考虑 这位是世纪佳园交易网站 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请选择 富雅琴 我觉得比起上一个那种 可爱卖谋又爱作的男生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朴实一点 然后稳重一点的男生 我比较喜欢那种 然后那个成熟稳重 然后腹黑闷骚的男生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腹黑闷骚 但是稳重一点还是比较好 而且我特别讨厌作的人 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最爱听这句话听的 我也特别爱听 我觉得20号权重 你是闷骚 我觉得我有点闷骚 到底闷不闷 还是寡骚 偶尔亮骚 偶尔闷骚 12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的穿着今天是混搭吗 就是下身的裤子 其实有点学生的感觉 然后里面的衬衫 就有点像那个中年男人 穿的那种格子衬衫 然后外面的外套 其实比较符合今年的流行 等一会儿 格子衬衫就是中年男人穿的 是它的颜色啊 然后再加上格子 我们来了无数IT界的屌丝 都穿格子衬衫 格子衬衫 大格子 小格子是 我在网上你去看看 IT界的屌丝最典型的是 一双那个什么山寨什么运动鞋 一条破洞牛仔裤加格子衬衫 那孟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男嘉宾是屌丝吗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中年时候 并不是这样的 然后男嘉宾我建议 你把那个外套的第二个扣子 扣上也许会好一点 不能扣 不能听他的 姑娘这个话不能听他的 对 西服不能扣 第二个扣子 谢谢男装西服 最后一个扣子不紧 不紧 一共就两个还最后一个 你的是三个扣吗 那个三个扣子很少啊 你觉得他们俩说的谁说的对 我觉得 我觉得10号说的比较好 谢谢 我是专业的 专业的 是服装的 来 看第一条片段 Action Action 我叫祝航 生于1988年 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 目前呢在北京一家 所有石油企业 从事石化设备的设计工作 工作的状况呢 就是超久了 比较规律 可能大家对在北京上面 有一种恐惧感 我住的单位俗室 8点10分起床 刷牙洗脸 8点半 准时坐在同学室 看着别人还在挤公交车 或者坐地铁 就特别的开心 我感觉我是少数的 活在北京最幸福的人 精神病人思维广 弱智儿童欢乐多 我觉得我思维又广 欢乐又多 我还有个兴趣爱好就是拍照 有一些女同事啊 可能会过来找我 给她们拍相亲的精装照 相亲照当然有标准了 又高啊 又瘦啊 又要刮子的脸啊 大眼前 双眼前 一看就是闯亮着 然后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在里面 所以说我到现在也没给自己拍过一张 非常满意的相亲照 片子播得好好的 就有女生抱等了 2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不想等了 就是你一上场 我觉得你非常的成熟稳重 我觉得你上台 肯定就是来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那种好女孩的 我觉得这个目的 跟我想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生都比较相符 而且刚才你说 你离工作单位非常近 我自己租的房子离工作单位 也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我不知道这是是不是一种机缘巧合 就是说我们这种生活方式 生活状态 生活态度也都非常的相像 总之我看你那个VCR拍的呢 也是非常的风趣幽默 我觉得如果能跟你在一起 一定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所以我保登了 谢谢 怎么说呢 我来北京第四年了 然后父母啊 朋友啊 同事啊 也安排不少相亲活动 就是有些时候 我也相过很多人 然后他们会说 啊 你也不 相过一些艺术的 艺术院校的 他们说我没有艺术细菌不会唱歌 然后也相过一些说我长得不够帅 还有的就是说我穷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不了解我 觉得他们没有接触过我 不知道我有多好 男嘉宾 我对你很有演员 你先听我说完 先听我说完 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一个机会 最起码给一个机会 所以说我对别人的态度也是 别人如果给我机会了 我肯定会把他抓住 现在听上去还挺有戏的啊 不过姑娘我觉得你挺有眼光的 他在片子里面表现得很像个屌丝 其实有些细节说明了 其实并不是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啊 比如他们单位的福利特别好 工作四年了 还能给你住单身宿舍啊 而且上班的地方那么近说明 他买房子买的那个地段也很好 嗯 还有一个细节 又出现了三次那个镜头 他拿这个照相机 我告诉你那个照相机很贵的哦 刘千 不许来 王天 男嘉宾 你每天挂着那么专业的个相机 你觉不觉得那个容易被坑啊 我觉得每次拿着特别专业相机 人一看我就外地人就坑了 那个不是 那个不是专业机 那是高档 不是专业机 那是高档 不是专业 那不是专业机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背着他 但是后来我确实发现了 对吧 不是 不是 聊什么呢 就是对吧 你们说就是说 就是 就是不是说 比如说沉啊或者雷坠什么之类的 主要是对相机的磨损太严重了 你是北京人吗 都不支持我一下 我真不是北京人 因为 这是真的是不老会聊天的那种 他刚刚因为四十一码的脚 在前面一个男嘉宾那边 受到一些挫折感觉 哦 那我是北京人 我是北京人 你是北京人 还这么不给面子 天天待着 以后天天待着 以后天天待着 台雪 男嘉宾 你开始不说你是东北人吗 对 我现在在北京上班 哦 那个 哎 我要说啥来的 王琪 哎 老乡 这里 哎 好 12号 对 12号 我是哈尔滨的 哦 我是大庆 然后那个 其实跟你讲 黑龙江省最富有的一个城市 就是大庆 而且大庆 一般的大庆人都是特别低调的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大庆有油田啊 一般的就是大庆人 还没采完呢 没有采完啊 您看起来你的物质实力 应该比你微信压力好很多 你为什么拍得比较像是装穷呢 有眼光 是因为你怕女生看上你的物质 忽视了你们之间的感觉 装备 不过一般都是装富 我们很少见到装穷的 我觉得平时的生活啊 做人啊低调一点好 然后 但是做事要高调 比如说来这次参加节目 全国人民好几千万观众都在看是吧 对 我没数过 那个 都有谁 刚才你说这个片子里边 喜欢比较柔弱的那种是吧 淡淡的忧伤 淡淡的忧伤是吧 黄老师你知道什么叫看上去柔弱的女生 不是有一个那个好像比较经典的 就是说我的手破了 我还得再比如说做家务 然后人就说你看手破了 他也不先去包扎 他先拍个照 发个微博说我手破了 我手破了 这不算什么 去年我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 评选去年江苏的微博达人 江苏一个女的生孩子 一边生一边发微博 他发现说哇 羊水破了 咖啡的 整个生的过程他都把它拍下来 然后新浪就给他发了一个微博达人 他特别嗨 这个我觉得倒不是装柔弱了 这是很坚强 对 这是坚强 对对对对 让全国人民看他生孩子 哎 挺有意思啊 推荐给大家 这是个不错的方式 20号 你刚刚记里面就是说 你是朝九晚五的那种人嘛 对 我朝八点半晚五 然后 我朝八点半晚四点半 你还是比我轻松哎 我反应了一下 那你看你四点半之后 我就特别想知道 就是你一般下班之后 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然后因此衍生一下 你除了吃穿住 你最大的花销是什么 没了 除了相机 没了 我让你说完了吃穿住 哎 那我是不是能这样理解 那你以后赚的钱 就是养老婆养孩子养父母 没有 我觉得你说的太 都概括完了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 人家问你的以后钱 是不是养老婆养孩子 你说不 你不想比别人养 那绝对不行啊 不行是吧 那你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上面要花钱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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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平时兴趣爱好 可能踢球 然后 踢什么 足球吗 踢球 当然是足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面馆在电影院楼下 回答得太好了 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准备把我的面条店 开在一个电影院的楼下 让这些屌丝去看电影之前 都吃一碗面 然后 这是一个好办法 然后男嘉宾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是黑龙江大庆人吗 然后你现在在北京 已经生活了四年 第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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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其实想问一下 就是相比于两个人 一个是像中国的一线城市 还有一个可能二线吧 应该没有错吧 对 你觉得说 这两个城市之间 你更喜欢在哪样的城市生活 如果说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的我 我可能会选择在大庆生活 我感觉那样的生活 大庆那种城市的生活 可能更安逸一些 但是随着这几年工作 不断慢慢成长 我觉得男人 还是应该自己打拼一下 所以说我现在 如果让我选的话 我还是选在北京 那我觉得男嘉宾 我对男嘉宾的回答特别好 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个词啊 嗯 我不是爱挑事的那种啊 刚才你说到那个什么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什么的 以前我对这个事一直很困扰 前不久刚刚看到一个 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就我跟黄老师还讨论 关于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和三线城市的界定 以前有好多种说法版本 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认为 一线城市中国就四个 北上广深 四个 其他的 比如说南京 这些属于二线城市 它把二线城市有大几十个 二线城市它分二线强 二线中 二线弱 南京还属于二线强的 还有另外一种分法 把一线城市 就是南京啊 成都啊 杭州 这些属于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 它属于特大型城市 不在一线之内 它有好多种分法 所以那个 我就扯个咸淡啊 没别的意思 但是那个 汪老师我想说 所以这牵涉到 把大庆定位在极限上面 对吧 没有 那个我确实不知道 我只是假设了一下 我想说一句就是什么 不管就是什么媒体也好 大家看法也好 不管把那个大庆定位 一线城市也好 二线城市也好 三线城市也好 它始终是我的家 始终是我的故乡 我就热爱这个地方 对 每个人嘛 爱自己家乡 你要在古代当了皇上 定都大庆 祖国的心脏 看下一条 我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我对我的全女友 基本上已经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时间长了 我可能把自己催眠了 你们有过这种感觉吗 唯一一次印象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我俩吵架 两个人都吵累了 就坐在那个公园的长椅上 继续吵 结果那个后面有棵树 树上有个鸟 那鸟正好拉了一泡鸟屎 在我的脑门上 我妈管我找对象叫雪菲 就说给我介绍了好多 说我都不干 其实都不是我不干 都是他们不干 部分高夫帅 可能我喜欢带相亲的对象 去吃吃餐喝红酒 我一般都是带他们去介绍 去做卤饭啊或者去吃餐喝红酒 酸菜还得是自己家腌的才好吃 这种情维 在其他人们看来 可能就比较吊丝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惋惜的那个意思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识货 我特别喜欢你们东北的酸菜酸菜脚 我特爱吃酸菜 是 是 是 这个我们的外拍导演 跟他拍的时候呢 他特别想 因为我们拍男嘉宾的片子的时候呢 基本上要尊重男嘉宾自己的意愿 比如说我认为我是一个高端大气的 喜欢喝红酒满口说转阳闻的那种呢 我们就往这方面去拍他 你要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快乐的表思呢 我们就把你往这个风格上弄 他就说 导演 我就是那种快乐的表思 然后他就给他拍啊 你去吃那个什么酸菜啊 然后他说串串啊 就弄这个东西 其实呢说说这哥们挺有钱的 有房有车他都不爱说 然后就自己穿个棉袄 然后就蹲在路边上蹲的 拍到一多半快拍完了 他越想不对啊 说导演 是不是你真的把我 就拍成一个屌丝了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些女的上去 会不会就把我变了呢 他一直很纠结 到底最后呈现出个什么样子 我想问一下 我们导演拍的你的那个状态 你还满意吗 嗯 满意 但是我觉得也确实会有问题啊 你喜欢吃那个酸菜没错的 可是约会的时候 尤其是相亲第一次这个一起吃饭 恐怕也得顾忌 也得考虑一下 对方他大概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要是你会怎么想的啊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 比如说如果这男孩问我 你有什么建议 我应该给出一个方向性的建议 我觉得要么找个环境 稍微好点的地方 原来火往是这种人 至少便于我们比较安静的交流 我的意思是说是 如果要是你跟那个女孩约着去吃饭 你会不会事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 如果她有不同的意见 你会不会按她的意见去做 隔舍自己对酸菜的爱好 黄老师 黄老师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如果说 你去带一个女生去吃饭 你说你想吃什么 一般都说随便 那他们说随便的话 那我就找我愿意吃的呗 这是个实在的 女人的随便其实不随便 对 那要不然你这样说 你觉得是西餐呢 还是中餐呢 其实就是相亲的时候 西餐什么我也带吃过 效果不好 对 效果不好 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 是什么效果最理想的状态 现在还没有理想呢 没吃过啊 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23号 男嘉宾在VCR里面 说过吵架的事情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一般会为什么事情 和你的女朋友吵架呢 为吃酸菜还是不吃酸菜 不是 我们那块的人 都比较爱吃酸菜 就是我觉得吧 可能 那个就是 还是两个人沟通的问题 就是可能两个人的 那个想法可能有差距 中间沟通 可能沟通不畅 然后就可能造成一些 非得吵出来这个东西才算 痛快了 对 我想问一下 那坨鸟屎起得很好的 这个肉胖的部分 那个架根本就吵不下去了后来 因为 笑场了 对 有没有那个气氛 吵架那个气氛 得谢谢那坨鸟屎 生活中尊重有这样的事 谢谢 我们本场导演是个女孩 是我们为数不多 有男朋友的女导演 她就跟我说 她有一次在马路边上 跟她男朋友吵架 吵得就是不行了那种 破口大骂 然后男的准备走了 她在旁边一个人默默的 眼泪哭得哗哗的不行了 眼看就摆不下去了 这时候有人拍一拍她 她一回头 有一个过路的问路 然后说 哎 请问钟珊玲 我都满脸都是眼泪 然后她收起眼泪 钟珊玲啊 这个 一说完她男朋友在旁边 一笑场又好了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不是告诉我们 吵架 看到有人吵架的时候 情侣吵架的时候 你有事没事你就上去打个叉 这是你 我脑子就是这样的 我总结的是 吵架最好在野外 有鸟屎 没人打倒好好吵 鸟多啊 你们 有鸟多啊 有鸟屎啊 鸽子屎会掉下来 你那个手足带肚 1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然后刚才说到VCR 我突然想说 我觉得VCR导演 是一个挺难做的工作 你才发现呢 相当难做 对 因为如果VCR拍得太好 就像华丽大片一项 然后牵手下去 可能每天都是负惊喜 但是如果VCR拍得不好 然后感觉就是 你们把灯都灭了 不 男嘉宾就会 莫名其妙地倒下 然后就像历史战时 埋没了梵高莫扎特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体谅 VCR导演的辛苦 我就是突然想说这个 多懂事儿的孩子呀 来 先下一条 祝航这哥们呢 是这个集松趣幽默 仗义靠谱于一身的 林东北纯爷们的典赞 六个字 能玩 会玩 爱玩 世家呢也是十有体系内的 所以这个从小就具备铁人精神 要减苦 夏天基本以29为主 然后冬天基本以99为主 孙航的酒量比较好 在多次的年龙祭餐上 我见他喝多过 没见他喝最多的 此男只应天上有 人真哪得即回见 没你们 爆灯吧 没看出来人缘还可以啊 我看谁亮着灯 来 21号有问题吗 木游问题就是 我就是想跟你一个 好 来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权利 有请24号 有请21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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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看住行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安娜 谢谢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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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女生上来说她是傅雅琴 说她是闷骚型的 没说错 看大屏幕 十项资料你选一下 我的生活了 好 我们看三条片子 我还有一副好嗓子 对我的歌喉是相当的自信 听到我唱歌的男生 就一定会爱上我 我最喜欢的爱好是跳舞 我会跳印度舞 也会跳一点西班牙舞 我爸爸是一个 非常传统的一个印度人 我妈妈是西班牙印度婚学 还有两个大姐姐 她在新西兰 这一个在加拿大生活 然后就是我在广州 已经13年不想离开 我觉得印度人非常传统 西班牙人太开放了 一夜舞蹈那些 这个我不会接受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像中国人 平时工作特别忙 但下班后我还是会利用 碰余时间学习英语 提高口语水平 为以后的职业发展做准备 我还有一个小乐趣 就是养一些 特别容易养活的小生命 就是这些小植物 它们让我保持临近的心 当然 生活除了工作和AMC外 还少不了我的好伙伴们 每月我们都会有两三天的集结会 舒服吗 当然 我的按摩手法也很棒 你要来感受一下吗 最后一个问题 我问是吗 那 那 哦 好啊 不然我问呢 那我就不问问是吗 我就直接签24号 可以吗 好 可以 我喜欢比这种红块人 一块去 恭喜那女嘉宾 获得了开心 恭喜你们 再见 本来想着这个第二段VCR 第二段VCR放完之后 可能就被踏死掉了 女嘉宾肯没有报灯 我也非常地感动 所以说我觉得 应该相互给一个机会 让彼此互相了解一下 其实刚刚到最后一个环节 我报灯上场之后 我其实手一直在抖 我非常紧张 然后我就想 怎么才能跟男嘉宾 表达我这个心意呢 我就在想 他们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干脆就唱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唱的人 我觉得一首歌 能代表我的心意 然后特别出乎意料 男嘉宾直接就走向我 就把我牵走了 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小小的遗憾 我就现在把这首歌 献给男嘉宾 叫什么我真忘了 我直接唱啊 如果没人遇见你 我家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什么处要珍惜 你能给我点层吗 我这不行啊这个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410 加女嘉宾名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 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真爱网 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这个理想跟这个现实 就是 我真的没想到 我写了18号做心动女生 我递给她的时候 正好那个上面 就留着就是18号 然后她拿过来 一接过来 叭就按了 我说你就是个不挑十段主呢 还是你正好就喜欢她 碰巧在那页上 我正好喜欢 就喜欢她 但是最后 签24号的时候 也是挺愿意 挺乐意的 就是觉得也是个很好的这种 婚姻对象 你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 选谁做心动女生 和最后签主的谁 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对 也不知道她 然后她怎么完成了 这样一种心理上的跨越 你这个话我要是 我要是24号就听不下去了 不 我不是那种 可能比较直观的感觉 会是相貌上的 但是我觉得 更大的差异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类型 黄老师总是能自圆其说 而且说的听上去都颇有道理啊 祝福他们吧 痛快人 最后一想问问题 不过了 不过了 直接带走 直接带走 可以 可以 这样大家都早下班 好 不管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刘聪 我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刘聪 欢迎你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我为了测试一下 我刚才拿过去的时候 正好又在18号 她看了一下 24位女生 对刘聪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新上场的24号 做个座介绍 嗨 大家好 我叫胡小丹 然后我是来自广东的一个女嘉宾 是那个从事IT行业 然后IT界中不是向孟老师说的 全部都是屌丝 还是有高富帅的 哦 喜欢看电影就是 特别是恐怖的 惊悚的 悬疑的 我都爱看 然后喜欢晚上一个人关上灯 关上房门 然后自己看 谁看电影在家不关房门的 关灯 关灯 还要就全黑的 全黑的场景下 然后我希望我那个 找到一个在《非诚勿扰》的 我好像找到一个男生 可以跟我一起回家关灯 看电影 可以了 关了灯看不看电影就再说了 你们自己商量吧 来看第一条 大家好 我叫刘聪 我现在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主要负责新渠道的业务管理 我在工作当中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 经常的情况下我会聚集加班 8小时的工作时间 我会尽量制造我的工作效率 而8个小时以外的时间 那应该是属于我个人的 四人生活时间 我不知道被任何打扰的感觉 我经常会用三个词来 形容我的性格 自信 独立 拗骨 然后我经常也会用一句话 来形容我的人生 是从天堂到地狱 我又爬回来人间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分开 我从小跟着母亲长大 身边的人给了我更多的爱 而在我15岁那年我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以后我才发现 其实在那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在17岁的时候 自己把我提出了家门 这可能是无法接受的一点吧 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的影响下 我对家庭的渴望是非常重的 通常在刚认识不久 我就会谈及到 如果结婚是一个什么样子 如果你是能够去接受的话 那请灭灯吧 我不喜欢任何的暧昧 9号 男嘉宾 你说 你说你17岁的时候 被踢出家门对吗 是这样子的 你要做什么坏事才能踢出家门呢 我在家做的坏事已经够多 但是我父母最多就是打我而已 没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教育的原因 然后我那个时候17岁正好 我高中毕业要去念大学 然后父母就觉得 应该自己去独立 自己去打拼 自己去承担一下的家庭 我刚才也想问 这怎么叫踢出家庭啊 就是啊 就自己去上学了啊 没有 家人会给我一个 比如说你在多少多少号 你必须要搬出这个家庭 然后你上学 他们不给你付学费 都是我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赚来的 那也只是放养你而已啊 也不是这样子 男嘉宾 男嘉宾 你现在和你父母还有联系吗 都有联系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但是现在可能是更多的是爱 我不强求我从我父母身边 去 去得到任何东西 我只希望我的父母知道 我很爱他们 来 下一条片子 在我人生中 我谈过三次恋爱 其实在这三段感情之中 让我最难忘的是 我最后一段感情 我跟她是从小就认识 后来是因为我去了美国 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 这个女孩用了另外一种 很特殊的方式 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那个时候 我就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像缘分就到了 她在意大利 我在美国 我们共同约好了 在这个夏天回回到国内相聚 在这段时间内 虽然我们会有争吵 但是从而没有分开 所以我决定去意大利去找她 当她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她开始有点抓狂 她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应该给彼此更多的空间 但是我会觉得很不安心 我会拼命地打电话给她 而这样做 会让她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她最后选择了分开和放弃 在恋爱中 我希望对方时时刻刻告诉我 她爱我 无论这话是真的假的 我都会很喜欢你 你的这个特点 这些年到不常见啊 倒是经常碰到有女生 希望反反复复的 没完没了一天问二百多遍 男朋友是不是爱她 但是好像男的 对女生有这个要求的好像不多 这是 你是怎么患上这种症状呢 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对家庭的渴望太多了 因为我会很缺乏安全感 我希望对方能够告诉我 我在她的世界里 在她的心里会很 她会很在乎我 你这么缺乏安全感 跟你从小的一个经历 有没有关系啊 会有一些关系 这个是我不可否认的一点 因为所有东西 我曾经拥有过 但是我也一瞬间都没有了 然后到现在 我所有的东西 也是靠我一点一点努力 一点一点的辛苦去换来的 所以我很怕一切都是梦空了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只是觉得啊 有可能这个习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也许不是那么特别 让女人觉得好的一点 有没有可能 这个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这样可能对女孩子的压力会很大 不光是压力 不仅仅是压力 压力是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 好 我愿意做这样的的 没有问题 下一条编子 虽然看着是一个纯爷们儿 其实就是一个软妹子 有时候喝酒喝多了呢 就特别爱哭 有一期呢 他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然后就买一颗非常大的钻戒 带着我去求婚了 之后呢他没想到惊喜 跟人家惊恰 他的女朋友再也没有回来过去 凯尼还是一个卖把 每次唱到标高音的时候 他都能唱批 但他还忽然不知 凯尼 祝你牵手成功 我不去当我们这份东东灭了 没事 别灰心 那个回答我们继续给你介绍 有点厉害 有点厉害 比较紧张 然后可能有些话说得不太好吗 像只有我为什么想要他们 时时刻刻联系我 是因为我真的很在乎他们 当不在乎的话 他们对于我来说 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也就不会去这样去联系了 所以我觉得我挺好的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 如果觉得我好能够联系我 谢谢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叶剑红 我来自香港 今年25岁 叶剑红 欢迎你 来了个不戴黑框眼镜的啊 这位是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叶剑红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支持 16号 你刚上来 然后我看你横眉立幕的 就特别像那个 你们香港金庸那里 小说里边那个大侠那个形象 像个那个感慢的人物吗 对对对 觉得你长得挺有感觉的 感觉啊 我没刮胡子的时候 我姐就常常在喷我说 你不要长成这个大叔好吗 胡子刮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刮呀 我就喜欢不刮 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是吧 24号 我就是觉得男嘉宾有点娘炮 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比较成熟 我有点大叔的 我也喜欢有胡子的男生 谁让你把胡子刮的男生 你说 谁 让他陪 我上去找个服装师下来 来 看第一条片吧 我来自香港 我并不是高富帅 我来自一个叫屯门的小地方 我从小就目睹妈妈 每日每夜的工作 我觉得很心疼又很无助 我从十六七岁就开始做兼职 做过如售 卖花 快餐店 装修等等的 总算帮助了一下家庭 从小到大的经历 让我体会到了贫穷的艰辛 我现在的计划是想要创业 我想做一个良心的老板 通过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 可以捐出去做一个慈善的用途 尽一份社会责任 我从两年前开始住养了一个 在外蒙古的小孩子 会定期写信给我 让我觉得很开心 我不希望贫穷吞噬掉了孩子的 未来和理想 我希望给孩子们一份爱 和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童年 谢谢 谢谢 我能说两句吗 刚才回答24号女嘉宾 是你说你喜欢大叔类型的 我就常常被人家说我像大叔 有一次我下班我就回家嘛 我就去便利店充钱 他就说 你想要什么服务吗 我说我要充钱 然后我就回去了 我发现怎么好像怪怪的 他刚刚说话 然后他是说 大叔 你想要什么服务吗 我就觉得很无语了 而且我的刚才答 对不起 我没听明白 你要什么服务 是 他开始没在意 你后来一想 一回想 那个服务员跟他说的是大叔 哇 这个也 这个也往心里去 这个 我就 我几年前过年的时候 他们给我发短信 祝我长寿什么的 我也不介意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厨师 现在是 现在是在一家西餐厅 你毕业几年了 这个 比较不好说啊这个 二十多年了 大叔啊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我想问 我想知道 就是你从两年前开始助养是吧 是 是 就是在我看你好像是 我印象里好 你刚工作没有多久 我是想说你花了你收入的多少 去助养这孩子 因为他就是助养一个小孩子的话 一年的费用就是大概三千块 因为我觉得我有能力去负担这个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去行动 其实做慈善是好事情 然后如果说 假如说有地震呀 或者有什么 大家都会去监管 但是呢 现在好像在中国 有一些机制并不是很成熟 没有人真真正正去监管 或者正是这个监管的人 他才去运用这笔钱 那么等于就没有监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让有些人觉得很寒心 我不知道我捐的钱 到底去干了什么 所以也是希望了以后 会有更多的监管机制 然后不仅地让我们的爱心 真正的是落到实处 也让更多人加入到这件事情里面来 不是那么听上去 好像必须是那种什么高端 有钱人或者名人干的事情 你们家街坊邻居 如果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老人 有一个什么 你去做一个善良的人 给他在需要的时候 给他一点点帮助 我觉得这就是慈善 每个人都能碰到 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那么一点点善良 就可以让这个社会 其实变得很美好 看下一条片吧 我有过三段的感情经历 第一段我遇人不熟 我愿意和我的另一半 分享所有 但他却不断地向我索情 当我苦在星空时 他却已经消失了 那时候我知道 他原来只是把我当作 提款机而已 后面的两段感情 因为我们的缺乏沟通 和不适合 最后我们都分开了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一个开朗又真诚的人 有一天看到你在节目上 为自己喜欢的 胖胖的男生爆灯 他就是你女朋友了 我心中真的顿心地 思绪的跳动 我不知道你当时 你变得很困难 你很失望 但我却偷偷地开心了一下 我知道我有机会了 11月30日 那天我工作完回到家 我看了你的微博 你说你感冒了 我真的很担心 我便做了一个冲动的决定 我要去广州给你送药 我第一次来到你的城市 我拿着地址问了无数的人 都没办法找到你的公司 我真的当场快累奔了 那时候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上《非诚勿扰》 我一定要找到你 可以是不是给你一些暴露的机会 请我一下暴露的机会 我赶了好久 再不然他就会被别人牵走了 好吧 我不能再等了 我怕你被别人牵走了 我是认真的 我喜欢你 郭思敏 我分分钟需要你 他本来这个兄弟是没打算上过节目的 他自己跑到广州去找郭思敏 他看过我们节目知道郭思敏在广州 但是他也没去过广州 第一次跑那儿去 人生地不熟 什么资料也没有 他又问他的手机号码也问不着 满世界找 你说广州这么大个城市 打几百万上千万人 他上哪儿问去啊 到处 到处没头苍蝇一样打电话 那手机打得就没电了 他的那个 他从香港过来的那个插头啊 和广州的还不一样 你说我们到哪个城市打没电了 你借个借个插头 你冲一会儿吧 他连这个都接不着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知道我们的导演在广州 知道我们广州面试的地方 等他一路折腾的这一番回来之后啊 手机快打没电了 找了一天也快到下午了 找到我们面试点的时候 我们那天的面试已经结束了 我们那个女导演 已经准备收拾东西 拖着拉杆箱上机场回南京了 都出门的时候 这哥们儿来了 拖着我们的那编导 不让去机场 一定要给他填表面试 就是风尘仆仆 一身疲惫啊 为了喜欢的女孩 我想把这个先给你 你去吧 去吧 还有一瓶可乐也给他 不是 要吧 吃可受的 我上来真的是有点紧张 我想对你说的 我就简短一点吧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对的人 跟你回到去大梁 去小卖部 就是他现在拆了 我昨天晚上 我就跑了南京很多地方 就买那个你童年的饮料 我在香港 我带了两罐过来 但是被安检那个人收出来了 然后就 我只好在广东 只好在南京这里买 我跑了四家去城市 终于被我找到了 我希望你可以下去 跟你们的女嘉宾一起分享 这个东西是你童年的回忆 想不到是你啊 就是因为 没有 认识啊 不是 是有人发过私信给我 然后很多嘛 然后我只会大概瞄一下 然后你留的言呢 说得比较奇怪 然后就说什么 去我们公司找我干嘛的 然后呢 连我那个老总也好几次 被人家深夜骚扰到 也不知道是不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真的 可是我觉得一个男生他 就是你又联系不上我 然后你满世界的找我 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回你 就是 就是好事我忘了 我那时候我就大概知道 你们那个公司是我就去猜 我想去试试 你们的学校那里 然后真的没有人知道 我那时候很晚 我就只好真的要赶过去报名 如果再拖的话 我怕就真的不能见到你了 对 哎 能跟我们说说 除了那瓶饮料之外 那个像个大糖果一样 里边是什么呀 就是一些糖果 就是糖果 还有就是我那天带给你的东西 都包在里面了 是我手工不太好包的 可能有点难看 还没过期哦 没有 没有 做得好大分别 郭思敏 你在网络上 跟他有过简单的沟通 没 没沟通过 他有 我有印象 就有这么一个人 然后我心里面觉得好奇怪 就是 就是做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不认识嘛 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回 因为私信里面太多 我也没看得完 然后你一直这样发 然后你说你已经来了 然后干嘛干嘛 说得太具体了 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男生有点 为什么做好多的事情 和好准备好多的东西 给你的感觉是奇怪 而不是就是好感动啊 因为我没回应过 然后他一直这样发的话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有点不告诉我情愿 这个 看样子 你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拒绝他吗 嗯嗯 好 这个 没关系 因为我上来了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所以我一定要试一下 对 这有这两种可能 我不试过 我真的不想这么快放弃 不好意思 男嘉宾 其实我一开始灭你的时候 是因为你那个年龄也太小了 25岁 那个 这个我希望就是 所有择偶的就是男女生 都是不要给太多框框价价自己 因为缘分真的是很奇妙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一定要在框架里面的 可能框架以外的 也会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那我到了 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今天来了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我想来是为了他来 但是如果我不来的话 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 郭思敏他拒绝 他拒绝我觉得我 可能年龄太小 不太符合他的话 而且觉得我可能不太靠谱 这个当初我的行动是有点冒昧 但我觉得年龄跟靠谱 其实不一定是挂钩的 在短短的十多二十分钟 里面要看清楚一个人是否靠谱 其实并不一定是真实的 要大家相处过才能够知道 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是不是真的靠谱 虽然我跟郭思敏没有牵手成功 我送的礼物就是我们没有缘分一起喝 我希望他可以跟有缘分的人 一起分享这个他童年的回忆 郭思敏 我看你看他的样子 还有点依依不舍呢 不是依依不舍 但是我好像又做了坏事一样 你不觉得人家对你 你风尘仆仆 万水千山的来 你连最后一两句 稍微温暖点的话都没有 就做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觉得好奇怪 你觉得有点合适吗 你可以不跟他走 拒绝他可以的 但是有没有觉得好像让人觉得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 我应该说温暖一点的话 你现在说一遍是不是 谢谢 谢谢男嘉宾喜欢我 不如不要说呢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郭志妍 郭志妍 今年31岁 来自香港 现在在东莞工作 郭俊妍 欢迎你 又是一个香港人 我发现我们在广州报名 他来一波一波的 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新上场的男嘉宾 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我发现灭灯的两个女生 都是热爱运动的两个女孩 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不喜欢不爱运动的男人是吧 比我穿的高跟鞋还矮 而且胖 胖的还好 因为你跟我 我可以教你减肥 但是矮的话 我觉得没有办法 不可能你穿高跟鞋吧 其实以前会好一点 但是最近比较忙 所以就不会有时间去运动 16号 男嘉宾 你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拖着背 然后伸着脖子就这样 他没有拖 它就是 有吗 可能是 就在我这个角度看 就感觉你好像就是 看人有点这样的感觉 海云 你是想说他脖子短是吗 对 可能是 可是下来的时候 当然有点紧张吧 有的时候是他们是逗男嘉宾的 我们曾来过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 性格特别招人喜欢 最大的特点就是眼睛小 小到我从来没见过男孩 女孩眼睛能长那么小 比我还小吗 你有看五个大型的眼睛 他在那边讲话的时候 有女孩说 你干嘛闭着眼睛吗 眼睛睁开 他说这已经是最大的时候了 他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不许睡觉 老师说我没有睡觉 我眼睛睁着了 他睁着和我闭着差不多 有一条缝 来 看第一条片子 三年 大家好 我叫俊妍 在东莞工作的新日香美人 我现在在做金出口贸易 我很幸运我妈妈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给我 有机会去国外留学读书 经常出国外旅游 那我现在我也想提供这种生活 给我的另一半还有我的下一代 所以我在工作上一直在前行 我生活中有点小怪癖 我不能没有咖啡 所以我住的城市 一定要有一个好一点的咖啡厅 不然的话我可能待不住 还有一个是 我很讨厌人家看电影的时候跟我说话 电影再说 你再说 两个都听不到 家里有个小伙伴 他名叫苏星 现在有50斤 我天天都要带他到楼下去玩一下 有时候也会带他去公司里 希望你们喜欢他 也喜欢我 我想问一下 姑娘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还有什么最不能忍受的一些什么事情 有 就是我们正在看电影 然后有人在那儿大声接电话 特别是大声又开始谈生意的 对 谈业务 谈业务 对 谈业务 一亿五千万吧 你先汇过去 一亿五千万 先打给他 打给他 对 我回来明天公司开始我再说 没错 不能忍 但是我就是看电影的时候 一定要跟别人分享的那种人 我问一下 在电影院接手机 说这些特别混账的什么 公司业务这样的 和旁边有一个人他看过了 然后跟他旁边的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剧透 这两件事情比起来 哪一个更万恶呢 我觉得就是接电话那个更万恶 就是如果我看到有这样的人 我一定会回过头去跟他说 不 不会骂他 我一定会回过头去跟他说 我说那个电影院里面 请不要接电话 这是基本的素质 那电影院里面 怎么会让两个人在那聊天呢 那你也会打扰别人呢 对啊 没有 小小声的 跟旁边讨论会有的 其实有时候接电话的那方面呢 那你旁边人也听着 反而是打电话给他的那个人更讨厌 他都说了 哦 我现在在看电影 那问题是他没说那句话呢 没有 他说了 他说我现在在看电影 然后对方就会说 继续跟他说 我就觉得那个人更讨厌 看电影之前把手机关掉 或者打静音 或者不接电话 这也是个起码的 前提是这些人能自觉遵守 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觉得不如在那个放映厅里 就平地了 对啊 这是个办法 我又想过买那种机器 它可以干扰 我觉得电影院里边 那不合法 就应该装一个东西 把进了电影院之后 那个手机就没有信号 但你说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嘛 有那么重要的事情 每单都是一亿五千万这种事 你就不要看电影了嘛 冯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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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的时候像比如说 你想去看电影 本来就没有什么事了 然后你去看电影 看得好好的 有人给你打电话说 哎 你妈妈就是倒下了什么东西 那就必须得接呀 这个紧急情况不一样 紧急 如果有感染器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接这个电话 这样子 这有道理 这有道理 那样的 我觉得没有道理 那样的事情实在那种概率 跟你那个在电影院里 受到那种噪音干扰 那个比起来 真的是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对 那以前还没有手机呢 那大家都天天等在家里 接那样的电话吗 就是这样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你的手机响 首先你已经那个电影院里面了 你得先关机 或者如果不关机的话 你放在震动 然后呢 一有手机响了 你就先出去再接 不要在电影院里面接 这个方案很好 对 把打震动 震动了之后 有重要电话 赶紧到外面去接 把那个一一五千万的事 到外面说 不要说给别人听 对不对 好委屈哦 我刚才我说 有人说我刷得太快 我现在刷得太慢 我刷得太慢了 好好好 来那边 我之前有一次婚姻 是在美国跟一个美国人 她是一个很温暖很体贴的女人 但是她很依赖她的父母 夸张一点说 离开她父母 超过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她都不愿意待 所以当我提出 要搬来中国发展的时候 她就接受不了 因为小时候父母是离婚的 所以我特别在意 有一个完美的婚姻 但是事实是比较残酷的 很多中国女生 会对有过婚姻的男生有意见 因为他们对婚姻 有第一次情结 比如摆婚纱罩啊 摆喜酒 但是中美婚礼不一样 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 理想女生呢 希望能有出国的经历 哪怕是去旅游 如果会英文呢 那会更好 现在对爱情和婚姻 还是非常渴望的 而且会更加珍惜 好 谢谢 黄潇潇 其实我觉得 结婚跟谈恋爱 其实差不多 我觉得那个没有多大关系 你不用太在意这件事情 你在意不在意 谢谢 我不在意 我觉得遇到对的那个人 我觉得他结过多少婚 跟他谈过多少次恋爱 恋爱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想说的是 他就是比这种离婚 就是可以很坦诚地跟别人说 我最受不了的是 我生活中有那种伪单难 我觉得这是 特别无耻的一个行为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 对 就是他明明结婚了 然后他表现了很多暧昧啊 然后还有追求的那种举动 让我以为 大家是不是 然后各方面条件又很好 然后人也很常熟 这都不仅仅在于暧昧 是在于明明有了婚姻这个事实 但是仍然在世界上 以单身男人的面貌出现 对对对 满世界地找女朋友 然后结果那个 就是通过他的朋友 甚至说他原来的同事 因为我是开酒吧的 有的时候会接触到 结果他跟我说 哎 他老婆有那个 家里有事情他来不了了 我才知道他有老婆的呀 我都傻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之前跟我的种种的 就是一些说话呀什么 我觉得这人真的很无耻 来来来 看下一位 谢谢 他很会关心人 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他总是会记得每个人的喜好 比如说我不吃辣椒 他总会避开一些辣椒的菜 不然还有亲和力 对公司同事和喜多罗的 沦为保安都比较关心 经常虚传问暖 人很好 很够朋友 需要找他打个电话 他一定会到 你看他长了一个娃娃脸吧 很具有领导风范的 在工作当中 会给我们一些很细致 很细心的一些指导 林总是还有话要说吗 因为你虽然在台上没有牵手 但是电视机前有很多女观众 有话要说吗 我觉得离过婚的人 有过婚姻的人 他找到合适的 他更清楚他在要 他要的是什么 当他找到的时候 他会特别地去珍惜 所以希望这个人 还在外面 还没让我找到 好 上戏的时候有点紧张吧 但是可能针对有一些 我的有一些方面 还是接受不了 当时很多女孩子看到 我是有婚姻 他们很多都灭灯了 连让我一个机会去说一下 也没有 其实结婚婚的人 真的是会比较珍惜他找到的人 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编辑短信81410 加女嘉宾名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非诚勿扰》的 官方网站给她们留言 想要征婚 相亲 交友的朋友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 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节目最后 感谢韩束逆天白笔笔双 独家冠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见 其实我还是蛮能理解的 有些人为了制造浪漫的那种气息 可能就显得有点过于热烈 甚至于有点极端 甚至于让人觉得会没头没倒 年轻的女孩在那样的追求面前 可能会觉得有点突兀 甚至于怀疑这人是不是靠谱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 有些男孩追求女孩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方式 能够更多地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让对方心中有数 然后呢也比较容易信任